各位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 是的 5月30日至6月20日 整个婆罗洲欢庆的日子 这几天是这片土地 蒙恩的属灵展址 也就是我们的土著同胞 欢庆收割丰收节的日子 为着沙巴和沙拉越的土著 属灵展址献上感恩 谢谢天父爸爸祝福 赐我们所尊敬的属灵展址 是的 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让我们带着一颗 感恩 快乐的心 为着这片土地的欢庆 让我们一起帮我们的三美记 献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我 海夜夜长长都熠了 我 海夜夜长长都熠了 一起来 come on 再一次学调 come on 再一次学调 come on 我还要不处的道歉 我还要不处的道歉 再一次学调 come on 我还要不处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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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大声的喧嘣 要平行心不是命感觉 现在要生在本心的葬礼 要平行心不是命感觉 现在要选择来吸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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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礼 要平清静不是平感觉 现在要选择来洗了这 Oh Hi Hey 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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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耶稣我们知道 你是爱我们的神 耶稣我们爱你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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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请告诉我 一起来学到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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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请告诉我 我们再来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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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请告诉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愛我 用神經告訴我 你說你是誰在經在永在的神 而且沒有心智 這世界還沒有我 你以前是認識我 我的過去現在未來 選擇在你的手中 只有你能夠打破一切的詛咒 我現在想告訴你 耶稣為有你是唯一 你犧牲無限限的愛 報仇讓你動作出來 你說你與我同在 遠遠都不會離開 因為你 偉大的愛 你愛人我長遠 所有事件 只有微信 你的愛人我看見 你的兩聲 你的之愛 你的愛人我長遠 所有信念 見到危險 你的愛人我看見 信定不變直到永遠 你的愛人我長遠 所有信念 見到危險 你的愛人我長遠 所有信念 見到危險 你的愛人我看見 信定不變直到永遠 你的愛人我長遠 所有信念 見到危險 我愛人我 使用看見 會真正遇 我的愛人 我愛人我講 我愛人我 但你希望你有關 我愛人我 常常都信 會即將 我愛人我 當作為 信 會即將 我愛人我 常常都信 會即將 我愛人我 暴徒 懷疒 連身而信 我愛人我 乖疒 活疒 苓疒 記憶 你最要选择 来信心 不顺便感觉 你最要选择 来信心 不顺便 耶稣我们谢谢你 我们高知的名字 填补我们谢谢你然后 谢谢你 projections 在这个偏土地上 每位土著同胞 今早上我们在这里 我们对天父说 我们尊荣他们 他们就是我们这片土地的属灵长治 我们爱他 我们非常爱他们 因为天父 你也非常爱他们每一位 天父啊 祝福整个婆罗州 每个族群的土著同胞 愿你复兴的火 点在他们当中 天父我真感恩 满心感谢我神 因你心事慈爱 彰显我生命中 我真感恩 天父我真感恩 天父啊 满心感谢我神 因你心事慈爱 彰显我生命中 彰显我生命中 我真感恩 彰显我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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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我真感恩 彰显我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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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祢福今天早上我们非常感谢你 感谢你祝福保守我们五月份 整个家庭月份 这个家庭不单止属于在你和我的家庭 然而这个家庭也包括属于家庭 这个家庭也包括住在这片土地 我们所有人的家庭关系 包括我们与土族同胞的关系 天父谢谢祢赐给我们 因为耶稣的救恩 让我们所有人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 天父我们谢谢祢 我们尊荣祢 也尊荣所有的土族同胞 天父祝福先上所有的聚会用这美 让我们一起享受属灵 包括属天 包括属地的属灵丰收在我们当中 耶稣我们要看见 三十倍五十倍一百倍的受割丰收 要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 耶稣我们谢谢赞美祢 谢谢耶稣 耶稣我们爱祢 天父我们爱祢 谢谢神 垂定我们祷告 以领受享受我们赞美的祭 谢谢耶稣 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阿们 哈利路亚 谢谢子妹 大家早上平安 感谢上帝 今天是五月三十号 就是我们五月份最后一个主日 我们谢谢上帝呢 从五月第一个主日 到今天的主日是五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谈一个主题 就是爱的语言 这也就是我们今年的家庭月 我们为着金翔夫妇 他们的策划预备 然后去执行 我们特别要感谢金翔牧师 还有明雅牧师 我们也特别谢谢如意姊妹 还有背后呢 一个大团队呢 去执行整个家庭月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都看见了 谢谢你们摆上 也谢谢你们辛苦 上帝祝福你们 那今天早上呢 是金翔和明雅牧师呢 他们讲最后一个爱的语言 我们为他们加油 我们也为他们感谢上帝 那么如果大家遇见到他们呢 我们要给他们说个声谢谢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爱我们 为了整个教会的家庭 和夫妻的关系 父母和儿女的关系 越来越能够融洽 越来越健康 所以他们愿意呢 为我们做了这么卓越的 一个月的家庭月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些的家庭报告 首先呢 就是我们教会推动的 这个五饼鱷鱼食物银行 Foodbank 我想呢 大家很高兴 也很兴奋 因为星际牧师说呢 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积极 也很正面的回应 大家都把干粮带来了 放在我们教会 天主教堂旁边那一个客室 那么谢谢你们 上帝祝福你们 那么星际牧师说呢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了 许多的食物 那么我们现在是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去关心一下 我们旁边或者是朋友们 有哪一些人 他们是有需要的 那么只要他们需要一些食物的话呢 那请你呢 就把这些资料呢 交给你的区目 或者是交给我们的三位负责人 就是星际牧师 燕燕师母 还有我们的俗真传道 那需要些什么资料呢 就是呢 我们需要英语和华语名字 也是要他的IC number 也是要他的联络号码 还有他的地址 这样子呢 我们每一个食物送出去的时候 都会有记录 这样子呢 食物进来 我们也会记录 我们食物分发出去呢 我们也会有记录 这样子呢 我们就会知道说 教会呢 到底我们帮助了多少个人 或者是多少个家庭 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你打电话给星际牧师 或者是燕燕师母 或者是俗真传道 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们 怎么样去解决你们的一些的需要 那么我们为着他们感谢神 也为着你们感恩 那么我们大家加油 让我们一点点的爱心 能够祝福事物社区里面 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那么你们可以继续的 把你们在你们能力范围之内 能够奉献呢 能够给予的干粮呢 继续的送来 我们这个团队呢 会不断的去服务社区 那么当然 我们接下来 也还是需要弟兄姊妹呢 也加入这个团队 因为食物收进来 我们也是要有人有爱心的 去分发出去 所以如果你就是那个有负担 你就要说 你可以奉献你自己的时间 可以跟星际牧师来联系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非常感谢神 今天5月30号 明天星期一呢 星期二就是我们 有史以来第一次的 用Zoom来做领袖特会的开始了 6月1号和2号早上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 2021年的Zoom领袖特会 所以我想呢 你如果是领袖的话 或者是核心领袖 或者是组长们呢 你们都已经报名了 那么这一环节呢 我等一下呢 会另外的做一些的 温馨提醒和报告 那么我们因为呢 来领了星期二 星期三 也就是我们领袖特会 所以呢 我们的祷告会 就暂停一个星期 那么下一个主日呢 就是呢 我们的Zoom领袖特会的讲员 就是我们的 度导美国的 黄圣宗牧师 也同时主日呢 在线上呢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上帝的话语 所以大家很期待 很兴奋 因为至少呢 两年的时间 我们没有见面了 我们这一次呢 在线上呢 跟我们一起分享 神的话语 我们为了黄牧师祷告 请记得要为他祷告 因为呢 他这一次做我们的讲员 我们祷告神的恩高 加在他的身上 让这一次的 十年复兴之旅呢 更清楚的落实 在后上的教会 所以我们感恩 我们谢谢上帝 那这次跟弟兄姊妹 我们预备好 来收今天早上的奉献 我们的出手的果汁 我们的感恩奉献 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了 你可以线上转张 你也可以用一个罐子 收奉献 然后带来教会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 如果我们已经奉献好了 那我们这次跟我们一起 一家人 我们手牵手 我们一起维救 我们所献上的奉献 我们来感谢神 我们要宣告说 这一个奉献 要十倍百倍的加征 是一粒种子 这一粒种子呢 要使它结果累累 好 我们一起感恩 开心的祷告 天父爸爸 我们非常感谢你 你是一个好的爸爸 你是一个全世界最丰盛 最富足的爸爸 你说一直在挑战我们 孩子信得过我吗 你信得过我吗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们要对天父爸爸说 我们信得过你 不管环境怎么样 不管经济怎么样 我们的爸爸 永远会照顾我们的 是你照顾我们 是你供应我们 当我们越给出去的时候 你就越加地祝福我们 因为你知道我们信得过你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要为这弟兄姊妹 献上的十分之一 出手果汁 感恩奉献 还有其他的奉献 我们一直过来告诉天父爸爸说 我们献给你了 我们爱你 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 赐福给我们的天父爸爸 所以我献上感谢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 哈利路亚 终于我们期待已久的 2021年中领袖特会 终于开始了 我们感恩 真准准两年都没有特会 今天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期待的很久的 属灵的宴席已经到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领袖们 如果你已经报名参加了 那请注意 我做一些温馨的提醒 这样子我们去参加 这一次领袖特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得到非常非常多的祝福 那么首先我们要欢迎黄牧师 他是我们这一次特会的讲员 然后我们也要欢迎所有 峰会的牧者和领袖们 还有我们一些不是在师傅 也不是在马来西亚 有的人有一些弟兄姊妹 你现在在其他的州属 其他的省份 我们欢迎你 然后有一些在国外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欢迎你 所以这次我们第一件事情 欢迎了之后 记得这次参加领袖特会 一定要记得要开开心心 一起讲开开心心 因为我们的天父爸爸 预备了这么丰富的宴席 请我们来试的话 我们一定要开开心心 以一颗非常尊荣天父的心 来赴这个宴席 所以我们也期待 这一次的领袖特会 有许多的突破 有许多的复兴 有许多的更新 因为这个就是爸爸的心意 祂要祝福你 所以跟旁边那一位领袖说 祂要祝福你 所以我们感恩 那么第二件事情 我们非常鼓励我们的每一个参加者 请你跟自己家人以外的一两个人连在一起 成为一个小组 为什么呢 这样子就是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推动 也彼此的帮助 因为每一次我们讲完道之后 可能有彼此的带导 那么所以我们希望说 弟兄姊妹能够请一个两个 你家的以外的人 跟你一起成为一个小组 就比如说 你们家里只有一对夫妻在参加 那么如果一对夫妻参加的话 太熟了 一不小心就去听电话了 一不小心就去滑手机 再一不小心去吃东西 躺下来休息了 这样子就让我们参加特会 我们就不够专注 就不够专心 所以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也不尊容我们的上帝 也不尊容我们的讲员 所以我鼓励 只要有家人以外的另外一个朋友 参加我们一起的这个小组的话 我们就会更加的得到鼓励 和被挑玩起来 所以请你们可以自己安排 或者是跟你们的去目安排 那么我们第三件事情 请记得我们要很专注 然后我们写笔记 那第四呢 我们记得我们这一次领袖 特会之后呢 我们的组长或者是我们区目呢 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就是说他们会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卷 告诉我们说 把我们这一次的心得 或者上帝对我们讲的话 把它写下来 这样子呢让我们一生都受用 一生都得到帮助 所以呢我们重点就是呢 我们要专心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要得到最丰盛的祝福 所以记得了 那么我们最后呢 我要跟大家讲说呢 我们这一次的特会讲员是黄牧师 那么虽然他没有飞过来 但是呢我们要尊容他 我们也要给他一个爱奉 我们虽然没有实体聚会 我们也没有实体受奉献 但是呢你可以自由的奉献 感恩奉献 祝福我们的度导黄圣中牧师 你可以在线上转账 或者是你可以在现场的受了奉献 你带来给教会 这里呢都已经把这个 我们整个这个特会的复口 就是Hosanna Apostolic Prophetic 在Holumbang 都资料都在这边 我们有一些的技术方面的提醒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呢 愿重来办理就特会 大家都太棒了 给你自己一个鼓励说 我太厉害了 我太卓越了 因为我进步了 这是我有史以来人生第一次 愿重来参加特会 那么有一些人当然 有参加过很多次 但是呢我相信说 有很多的人还是第一次 那么我们教你一些 技术的事情要注意 你也不用太过紧张 就是轻轻松松的 按照我们所指示你的 去进行就好了 首先呢在当天早上呢 8点到8点35分 请记得我们聚会是8点45分 就开始了 因为是用Zoom呢 所以就是它很快 时间一到就开始了 所以请记得 那么我们是8点到8点35分 你就先注册 怎么样子注册 就是你上晚呢 你要把你的名字和你的偏好写进去 那么你说8点就这么早吗 牧师 然后8点45分 还要等45分钟 你先Sign in之后呢 确保一切都操作正常 然后你就 你就有一点时间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首先呢 我们记得说当你加入会议的时候呢 你耐心等候我们会议主持人呢 他们会一一地通过你 然后把你加入进来 那么出席者呢 你要记得要衣服要端装 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皮脂 那么第二呢 就是呢 你加入我们这个Zoom link的时候呢 你要打开camera 就是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你是谁 所以请你一定要记得打开视频 把你最漂亮的微笑录出来 不要再关掉了 因为我们就像等于说 我们可以彼此看到对方 那么请打开视频的时候 注意一下 你的背后背景是什么 因为呢 背景也会看得到的 所以稍微找一个比较 干净漂亮的背景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请记得我们的黄牧师呢 他特别特别要求说 我要看到你们的脸 因为他说我的灵感呢 我怎么跟天界上线呢 就是看看你们的脸的时候呢 神就启示他讲些什么东西的 所以你记得 所以上帝可能就接着 当下黄牧师呢 要有话对你说 所以你一定要视频要开 不要关掉 那么第三呢 当你加入这个会议的时候呢 你输入你的注册名字和偏好 那么注册名字就是说 你报名的时候 比如说我写 比如说我报名的名字是许美艳 那我就注册 我加入会议4的时候 我就要许美艳来加入 我不能够说报名用许美艳 然后加入的时候用美艳 这样就找不到你了 所以你报名注册名字是什么 就写那一个名字 然后呢 屈幕给你一个偏好 比如说R001 你就把那个偏好输入进去就好 那么如果你没有写好你的偏好 或者是你没有把你的正确的名字 放进去的话 那么我们会议主持人 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就不会把你带进去会议里面 或者是说你会被移除掉 所以请大家明白一下 请记得为了安全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做 所以谢谢大家 我们宣告说 这一次的特会 是我们十年复兴的开始 再开始了 更多更多的复兴 更多更多神的恩高和神的同在 祝福大家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志才 这是我的太太丽华 然后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这是我最小的女儿 依慧 关于爱的五种语言呢 我就是比较喜欢被触碰的那一个 因为我小时候可能爸爸妈妈比较少管我 所以我觉得人家触碰我 就对我有很大的肯定 然后我也很喜欢去触碰我的太太 就好像有时候她工作累了 我会主动去帮她按摩 这样子我觉得会有比较有安全感 我呢 我对触摸呢就比较不这么自然了 可是是吗 我的先生制裁呢 他就很常在我累的时候会帮我按摩了 然后对于小孩子呢 我很常会抱我的小女儿跟我的二儿子 当他们遇到困难还是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们一个拥抱 然后当抱着他们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他们 嗯 妈妈给力量你们 所以那是一种 我相信是一种给他们信心提升的 让他们释放那个压力 释放情绪的 当然我孩子有告诉我 那个拥抱能带给他快乐的感觉 然后我也发觉 鼓摸呢 还有拥抱我的小女儿呢 她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好像她平常五岁的时候 她都不大容易入睡 然后呢 我跟她一起睡呢 她就很容易入睡 因为她很喜欢靠着我的手背睡觉 我觉得这种温馨的触碰呢 会给孩子们肯定 因为我自己很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触碰 比如讲我的爸爸从来都没有抱过我 当然是在我可能小时候他有抱过我 可是长大后我印象中 我都没有抱过我爸爸 他也没有主动来抱过我 我觉得会有很奇怪的感觉 但是也可能就是没有常常去做 所以这种触碰对我来说是蛮肯定 特别是家人给的那种触碰啊 那种拥抱啊 都是给我很大的肯定跟安全感 那么对我来说呢 很常我们吵架的时候啊 其实要化解那个冲突呢 只要他给我一个拥抱 其实我就比较心平气和了 所以那个拥抱其实是很有效力的咯 然后对于我的孩子嘛 因为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所以拥抱对他们来讲有一点变扭 所以当我跟我孩子大儿子讲话的时候 我就会拍拍他的肩膀 跟他讲哦这样子 给他一些鼓励的话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一个就是给他在身体上的一些触摸一些的肯定 因为如果拥抱他们 他们可能长大也觉得不是很自然了 那么小的当然就是会用拥抱啊 或者抚摸他们 好像这小女儿我很常会喜欢这样子弄他 这个就是我对他传达爱的一个方式了 因为孩子慢慢都长大了 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就发现当这个触碰的这一刻的时候 抚摸这一刻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很少已经开始去抚摸我的大儿子 还有二女儿 他们可能也很需要我们的关注 还有那些肯定的触摸 跟甚至拥抱 所以因为我本来也是来自家人 不是很多自体接触的一个 从小不是很多自体接触 所以对我来讲 触摸这种是一种很尴尬不自然的东西 可是因为他很常会给我一些抚摸 一些拥抱 然后让我觉得 其实身体上的接触是一种可以释放负面情绪 或者压力的一种方法 然后呢 多给孩子一些拥抱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在他们的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可能一个拥抱就给他们了 一个鼓励了 谢谢 每次你这样抱抱妈的 来 笑 弟兄姊妹 我们非常感谢上帝 我们家会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健康的家庭 今天我们要来跟他们分享一下 看他们怎么建立这么幸福 这么健康的家庭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正瑞万弟兄 还有我们许敬爱姐妹 他们的家庭 他们一家有六个孩子 所以我说他们是最遵守神话语的 生养众多 我们要多多向他们学习 有四个公主 两个丸子 所以今天只有两个公主在这里 其他的孩子可能今天没有在场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我们的瑞万弟兄 我好高兴可以认识到你 请问一下 我很羡慕你跟你太太之间的关系 这么恩爱 你们的家也这么幸福 你这个爸爸呢 和这个做丈夫的非常的卓越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怎么样经营你跟你太太之间的关系呢 是慢慢摸索吧 毕竟刚结婚 也是两个不一样的家庭的人 在一起 然后一起经营 是慢慢摸索 一路慢慢去经营 所以你投资时间去摸索 去认识你的太太 当然当中里面酸甜苦辣 酸甜苦辣都有 那么我想问一下呢 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呢 你怎么样能够继续得到你太太的心呢 因为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他是真的爱我的 他是真的爱你啊 你几时才发现啊 富然间 富然间发现 从心里面感触到感受到这种真正的被爱的感觉 是真的 富然间啊 太感恩了 几年之后的富然间啊 有了孩子过后啊 有了孩子过后 所以你就是真的知道说 你太太非常爱你 所以你就开始呢 很爱她 是吗 因为发现她真的真心爱我之后 她不管她的唠叨啊 她的骂啊 她的提醒啊 那在我来讲 她的出发点就是爱我 都是爱 都是好的 所以我要以爱来回应 对 实在太卓越了 这位弟兄呢 这么样子的卓越 好 现在请敬爱姐妹 你讲讲看 你怎么样跟你先生经营 这么美好的夫妻关系呢 我们就是比较注重那个精心时刻了 因为她很少在家 很常出门 所以她有在家 我们都有安排一些精心时刻 像一起看一场电影啊 一起看电影 对 还有出去喝茶咯 上上步这样走走咯 你们两夫妻是吗 对对对 这就是很卓越的 两夫妻去看电影 两夫妻去喝茶是吗 对对 很好 然后还有就是说策划规划一年 大概一年啊 一次出国还是说国内旅行这样 哇 真的是好 所以她们懂得精心的时刻 你知道你太太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吗 我也不清楚爱的语言 时常就是口花花 口花花 对我的太太就是口花花 对你太太口花花 忽然间的 太棒了 那你喜欢你太太怎么爱你呢 你是冤抱是吗 啊 你就喜欢先生冤抱你 喷出你了 所以你知道你太太最喜欢你 冤抱她吗 对啊 现在才知道 啊 现在才知道 港二今天下午给你 再突然间发现一件新的事情 原来太太爱的语言就是冤抱 那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常常给她大欠 我时常抱她总是觉得不够吧 啊 时常抱还是不够 啊 常常有抱还是不够啊 有有有 那感谢神 不用本钱的嘛 要不要叫你拿几百万吼 我哪里知道你需要的那么多 啊 哈哈哈哈 开车也是要牵着 不好的示范 啊 开车啊 女儿讲什么讲一下 就是开车 我爸爸开一半 然后我爸爸手就会伸过去牵他 啊 哈哈哈 你们偷偷看见了啦 很常看见已经麻木了 不是偷偷的 在我们在我们家里 我们我们就是以这种的方式 很普遍 这样给孩子知道我们在相爱着 这个是最棒的家庭教育的 那你们看得怎么样呢 温馨嘛 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咯 会觉得很拍摄啊 不好意思这样子 会觉得真的很幸福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在这样的家庭里面真的是很幸福 感谢上帝 那么太太呢 你知道你先生的爱的语言吗 肯定的言语 如果太太称赞你 你会不会飞到天上去啊 哇 一定会是吗 当然啊 当然啊 也不是都要称赞啊 就是知道他时刻都在我身边的一种 他了解我这样 他时刻都在你身边 好像做工辛苦啊 这样啊 他懂我辛苦 也不用我讲啊 这样啊 哦 感谢神哦 所以呢 你太太称赞你 你就得到很大的肯定 那我听到你讲说 他时刻在你身边 那是不是你也很希望 就是你心里面很渴望说 太太都在身边 对你很重要 是吗 很大的支持 对吗 对对对 尤其是我的工作 因为时常不在家嘛 时常不在家 我超羡慕一些夫妻 每天都能够在一起的 所以我看到一些夫妻 比如讲一个走路走前面 一个走路走后面 是 我就会觉得可惜了 可惜了 怎么不牵手啊 这是一时之间 可能就我 不能过这种的生活吧 所以我羡慕 可是当你每天都这样 腻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不觉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吧 这是我的了解 这是你的了解 所以你很羡慕那天 那一些夫妻常常天天都在一起的 但是你又感叹说 哎呀 怎么在一起没有珍惜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一起 我就时常 很珍惜 是吗 很珍惜 对 感谢上帝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你怎么结婚几年了 二十多 我们是九十四年结婚 九十四年结婚 就是结婚了这么二十多年 二十五六年这样 感恩 我真的是好高兴听到你们 这么样的恩爱 这么样的生活 那我现在请两个女儿来表达一下 可以多讲一些吗 你们刚才有表达一些了 他们不会说去毁避我们 如果他们在秀恩爱的时候 不会说去毁避我们 他们觉得这些东西 可以给他们的小孩子看到 然后也是会让我们觉得说 真的很幸福咯 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真的很幸福咯 对 那另外一位我们的妹妹 你觉得呢 你可以表达一下吗 她是姐姐 姐姐咯 因为爸爸他 我记得他以前有跟我讲过 不是以前啊 之前有跟我讲过 因为我妈妈在我们家住嘛 然后呢 这个家婆关系很难 有些 我听很多人讲 很难处理 那就是我朋友啊 讲到他的妈妈 跟他家婆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 我妈妈 他表现得很好 然后呢 我爸爸 我爸爸管理的也很好 他不会讲 他站在家婆那边 然后呢 帮家婆讲话 也不会讲 帮妈妈 站在阿妈角度那边 跟阿妈 帮阿妈讲话 他会 平衡 他会平衡 就是他会 管理的很好 很有智慧是吗 很有智慧 你觉得很感动 说这个爸爸 这么卓越 这么聪明 是吗 就是把你们的家 很融洽的建造起来 婆媳 婆婆跟媳妇的关系 就被建造起来了 好 我补充一下 好的 他的教导 就是也是比较多 是他自己做出来 给我们看 是 就好像他在处理 我妈妈 跟我阿妈的关系 那边 他不会说 很像 他刚才要讲的是 不会说 好像我阿妈 他讲了一些事情 或者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明明知道 是错的 然后他就会去 偏袒我阿妈 因为他是他妈妈 然后他就去偏袒他 他还是会跟他 去讲道理 这样子 是 然后如果有时候 妈妈做错事情 他也不会去偏袒谁 他就是 就是对事不对人的那种 然后处理很多东西 处理很多东西 都是这样 对事不对人 其实就应该是说 他很懂得处理事情 对 很懂得处理关系 很卓越 很聪明 我就是跟他们讲 是在家是讲爱的地方 在家讲爱的地方 因为不能讲礼的 不能讲礼事 是讲爱的地方 讲爱的地方 还是站在凡事上 都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比如讲我太太 我时常在外面 喜欢小酌几杯 小酌几杯 然后回来他就会 讲你几句 讲我几句 脸色比较难看一点 脸色比较难看一点 那么我妈妈也是这样时常 只是我知道他们的出发点 是爱 是爱 不是因为怎样 他们是关心我 对 所以 在不管在什么 什么的立场上 就他小孩子的立场 他们会讲我还是什么 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爱 那么我也这样教导他们 明白 我们也这样讲他们 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出发点都是爱 就是啊 找住那个爱 那么还会 当然不会吵不起来 也不会怀恨在心里 对啦对啦 我想再问一下他们两个还有哪一些在家的生活的行动啊表达让你们看到觉得很温馨很幸福呢除了牵手之外还有哪一些呢 就是可能平常的一些举动呢 好像我妈妈 他煮菜的时候 爸爸都会很自动的去帮他 还是什么 就是也不一定是要沟通上面的爱咯 就是行动上面 他们也是很多的表现出他们两个之间的爱 你们都看到了 对 感谢神 所以爸爸妈妈煮菜 爸爸就在旁边帮助了 这样很好 那我再问一下 那你们再问我们的瑞万弟兄 瑞万弟兄你真的是好可爱啊 那你除了跟太太这些关系这么好 我们也发现你跟你的孩子六个孩子都很好是不是 对 以前我们教会有实体聚会的时候 我真的有亲眼看到你跟女儿大间 爸爸跟女儿跟孩子的关系那么样的那么样的亲那么样的温馨 我很羡慕呢 因为我爸爸回天家了 那我想问你呢 你一般上呢 怎么样跟你的孩子经营这种那么亲密的那种就是很温馨的关系 这是我要的吧 是你要的 我时常好像看电影啊 看什么看到外国人拥抱嘛 亲吻自己的孩子嘛 是 可能就在心里面深处就有这种渴望 就是已经学到了啦 渴望啊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 他们父子父比这么好 我们不能所以我就去经营了就去经营这方面 聪明他们小时候我要跟他们抱抱他们都会想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 小时候了哈 抱一下然后亲吻一下 甚至要我去强逼他们 一强的时候强抱他们 对啦 到后来慢慢慢慢下来他们也习惯了 习惯了哈 就这样慢慢培养起来 啊因为我我自己很渴望这种东西 你自己渴望那种父爱 因为从小抱起来的孩子 然后到一个年年了 不然他不需要你了 不需要那种抱了 他好像有自己的事情做了 是 可能我就觉得蛮失落的 失落了哈 那么我就找寻他了 是他找他们聊天 找他们聊天哈 等他们再大一点我我回来会找他们聊天的 会找他们聊天哈 有时候问他们 诶你们有什么要跟我讲的吗 是是是 反正他们都没有东西要跟你讲的嘛 为什么呢 哈哈哈哈 因为他们总觉得我是爸爸嘛 他们是孩子嘛 是 他们有朋友啊 啊他们有朋友哈 啊然后一定要我去找他们 你去找他们哈 因为你如果要一个孩子 他会去找父母亲聊天的话 我想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比较困难 除非就好像我这 我讲的有去经营 那么到他们现在炸大的时候哈 一碰到有问题 有要聊的东西 他们会找我了 是的 所以非常感谢上帝哈 那你对六个孩子都一样的都会了哈 会会会会 现在 现在反而每天晚上是他们 过来抱爸爸 找我拥抱的 我就躺在团上 他们要睡觉的时候 爸爸抱抱 这样 太好了 现在他们来抱抱爸爸 太好了 这就是经营了 经营出来的 我们真的为了慰望 我们真的为了慰望 弟兄感谢神 也为了这两个女儿 还有四个孩子 那我想问一下孩子们呢 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 就像刚才讲的那样 他从小到大 就是从小抱到大 所以我们就是 现在长大了 也不会像好像有些 他们父女之间 如果有一些 讲我爱你啊 还是什么 他们都会觉得很尴尬 我们就 就是很普遍的了 在我们家 完全就是没有尴尬 在你们家常常讲 我爱你很普遍 就是每天就是 睡觉前就抱一下 我爱你耶稣也爱你啊 这样子 哇 太棒了 亲一下这样子 亲一下哈 你看这个家庭呢 多么温馨 他们的家庭的关系 多么健康 就是父母呢 跟孩子 虽然女儿都已经长大了 但是呢 他们那种的关系呢 一起抱抱一下 亲一下 然后说我爱你 这是他们家 很普遍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弟兄姊妹们 我们向他们学习 我们真的是可以 从他们身上看到 家这种亲密的关系 家这种温馨的关系 是要去经营 是可以被建造起来的 所以我想最后 请我们的亲爱姐妹 那你呢 你你这么喜欢 你的爱的语言是拥抱嘛 那么你会不会 也很喜欢去拥抱你的孩子啊 你的先生啊 会吗 会 肯定会 那如果一天都没有拥抱 你会觉得有失落感吗 对 肯定会有失落 所以我们看到 亲爱姐呢 你们真的家 这一家家 真的是太幸福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分享到说呢 爱的语言 最后一个就是 就是温馨的接触 温馨的碰触 所以呢 我们从你们的家里面 真的看到一个非常 非常美的一个图片 所以我们愿说呢 所有的弟兄姊妹 一起加油 家是这么美好 这么幸福的 我们谢谢他们 上帝祝福你们 静祥啊 我们刚才看到 欣赏了这个 制裁夫妇的 这个短片 还有牧师访问了 瑞旺夫妇和全家 的这个的场面 真的是太温馨了 是 非常的温馨 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讲一讲 温馨的接触 是 温馨的接触 那温馨的接触 就是亲密关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 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 这以扫跑来迎接他 将他抱住又揉住他的景象 与他亲嘴 两个人就哭了 我们知道说这个 他们 兄弟之间呢 因为这个要领受这个的祝福时候呢 所以他们就彼此的离开 甚至在外面的奔波了之后呢 他回去了之后呢 兄弟两冤抱在一起 两个人就哭了 我们知道说 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文化里面 我们就常常看到 他们就抱着景象上哭 然后还有亲嘴 那我们看到这个 《创世纪》45章里面 说到什么呢 你们也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 和你们所看见的事 都告诉我父亲 要赶紧将我父亲 搬到我这里来 于是约瑟福在他宣帝 变亚敏的景象上哭 变亚敏在他的景象上哭 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的哭 随后他们弟兄就和他说话 我们知道说 约瑟他在17岁时候呢 就迈到被埃 去到埃及了 他在39时候呢 才能够与家人这种的团聚 他这个22年的这种分离呢 在那一刹那之间呢 他忍不住 他非常的渴望 与家人的这种的 出这种的相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这个冤抱的力量 真的是可以弥补心中 这个21年的疼痛 然后呢 一爆灭恩仇 所以恢复家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于是呢 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把刨去 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于他亲嘴 我们知道说 路加福音15章20节里面说到这个烂子 你看这个的父亲 他是这个动了这个的慈心 他希望他的孩子 他渴望他的孩子 毫无条件的抱着他 就算他的身体 就算他什么东西 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情 他只要抱着他孩子 回来回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 从圣经里面 有许许多这些的冤抱的时候呢 就带来了这些牢鼠的力量 是的 我们刚才也看到呢 瑞万他的心中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个渴望 就是能够冤抱孩子 那我们看到 其实温馨的接触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当我们一生出来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了 还记得吗 你出生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是从母妇当中 出来的时候 你已经就被冤抱了 而且呢 那个时候呢 在座的父母们呢 都很喜欢秀我们的baby 然后亲吻他们 抚摸他们 这个呢就是 我们从小的时候 就已经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让父母亲来冤抱我们 在长大一些的时候呢 就是当孩子们在学走路的时候 父母们呢 就扶着孩子 教他们怎么样去学走路 然后呢 碰碰他们的额头 摸摸他们的头 甚至整理他们的衣服等等 都是身体上的接触 那还记得呢 当孩子去学习骑脚车的时候啊 或者是在公园玩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呢 都在经历 父母给我们的温馨的接触 我们可以感受到 身体的接触 就是当我们感受到 父母亲的这个体温的时候 然后呢 当我们有这种的感受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被接纳 然后我们也有安全感 温馨接触其实是很生活化的 它可以供应我们精神上的支持 让对方了解我们的处境是怎么样 而且呢 它也确立性别的这种的认同 让我们呢 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 是 所以我们看见 夫妻之间呢 如果我们有这个幸福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是让子女看见 我们的父母亲 他们是非常的幸福的 所以呢 因为父母亲的这种幸福呢 也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幸福 是 所以我们知道说 看到父亲对母亲的这种爱 跟尊重和理解的时候呢 当我们也看到 母亲对父亲这种权威的认可 而成长的子女呢 就会拥有这个的归属感 还有价值感 还有自信心 所以我们知道说 长时候父亲呢 我们就握手啊 牵手啊 拍肩膀啊 还有冤抱 还有亲吻 记得我们教会很长时候呢 请这些外国的讲员来 那我看到有一些国外的讲员呢 他们是西方的 他们就会这样子拍拍 他们累了 讲到下来 然后呢 妻子就会迎着丈夫 然后拍拍她 然后呢 妻子也抱着她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 我相信说这样冤抱的时候呢 哇 就充电了 充电了 是充电 是 所以呢 我们知道说 落实家庭的亲密关系呢 真的是从家庭的 基本的这个互动开始 是 这个互动呢 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 那在这个温馨的五月份里面 其实你我都已经开始 在进行这个互动了 就是五种爱的语言 所以我们在重复下 第一种 肯定的言语 第二 精心的时刻 第三 真心的礼物 第四 贴心的服务 第五 温馨的接触 所以我们知道说 真的 这个五种爱的语言 没有分 东方跟西方 这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学习的 所以我们每个家庭的文化都不一样 当我们投其所好的时候呢 不是投其所要的时候呢 我们愿意的为对方来着想 我们是就好像先改变自己 先改变自己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就看到天父的爱 所以我们相信说 当我们每个人心里面 被爱满足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满足周围的人 我们知道说 在这世代里面 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孤儿 有许许多孤儿的灵 他们因为家庭的这些的架构的不坚全 不坚全 所以真的 我看到是说 当我们的教会 推动这个爱的五种语言的时候呢 每个人的爱得着满足的时候呢 我相信这个教会 自然而然 我们就经历到天父的同在 就很自然而然 孩子们 我们的下一代们 跟下一代下一代呢 他们因着我们学习这个爱的语言 而我们教会就充满着 许许多多的爱在我们当中 然后呢 我也相信说 当我们有这个爱的时候呢 一切的外面 他们没有经历到这个爱的 他们就会被我们所吸引 是的 当我们从这个亲密关系的这种互动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每一个的家庭都得到救赎 那个关系恢复得到救赎 然后呢 当外面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就看到 哇 你们的家是那么的合一 就好像天父跟耶稣和圣灵合一一样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的合一在家庭里面产生的时候呢 咒诅就破解了 而且呢 就同盟应许 所以我相信 一句话 就是马拉基书里面说到的 父亲的心要转向孩子 孩子的心要转向父亲 是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观赏 另外两个 两个家庭 就是 文祥夫妇 和这个生行夫妇的家庭 那我们很感恩呢 这一次呢 我们的家庭 有六个孩子的 夫妻呢 有两对 我们真的是生养众多 好 我们来观赏 大家好 我是文祥 这是我的太太 Joanne 哈喽 我是Joanne OK 在温馨接触里面呢 我觉得有几个动作是让我觉得是很温馨的 比如说牵手咯 是一个很 虽然说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 但是在如果是在人群中 很多人的时候啊 能有身边的人牵着你的手 你会有一种安全感哦 会觉得 这只手给了我一个安全 他走哪一个方向都 都可以这样子 然后 除了这个以外呢 啊 Taro就会跟我讨 所有星星 哈 哈 这个是我们的 呃 秘语咯 就是说怎么说 这个星星 就是说一个 疼爱的一个表现啊 嗯 所以在 在这个 你小动作里头就 连孩子们他都会说 连孩子们他都会说 知道说这个是我们家里的其中一个 呃 像爱雨 这样 他知道说哦 这样子就是疼他们 爱他们 然后他们也很喜欢 这样 然后有一些情绪的时候 这种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 他 哎 会说哎 他就会 也没有很大的反应 就是说他去抱抱一下 哦 也没有讲很多的话 那就在当下 他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鼓励 让我哎 原来我身边还有人在支持我 我学到是 给予咯 比如说我 呃 拥抱是给予一个安慰 啊 除了这个啊 偶尔 嗯 因为我会按摩 所以我帮家人按摩的时候 啊 就会帮助他们舒缓一些疼痛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哎 我帮助到我这个家人 然后 然后会让到他们 同时我们的感情也会 比较呃 比较真净 可以拿我跟我家婆的 例子来讲 就是说偶尔 他 脚疼痛的时候啊 或者是看到他脚肿的时候 有时候不一定是他自己亲口开口 叫我帮他 啊 按摩的 有时候我会直接看到说 呃 可以 呃 今晚我可以帮你按摩吗 我就是直接会主动 他也会感受到我在关心他 好像有注意到他的需要这样子 然后 啊 除了这个我也会觉得说在 这个过程我也会了解到他经历什么东西 因为偶尔他会跟我分享 而他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而造成这样 呃 就会觉得说 呃 也也会让我们关系更加的 亲密一点啊 就说我会说我会更了解了 就说我会更了解了 除了这个以外他也会更了解我了 啊 因为我不太容易去表达 那也在这个阶段就去学习去表达 去用这个接触 让他去感受到那种的爱 嗯 还有 另外一个 呃 他讲 女儿我就讲儿子了 OK 呃 我儿子会比较 在这个阶段比较网皮一点 偶尔他会呃 就是乱跑啊 什么啊 但有时候我会用拥抱来 就是 不是说克制 而是说 呃 让他知道说 哎 我在这里 如果你跑来跑去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的话 我在这里会给到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咯 有时候呃 有时候我们跟孩子 现在我学会多一点去拥抱他们 以前 遇到呃 可能遇到他们很顽皮的时候啊 就会骂啊 打咯 OK 但是我现在学习多一个动作就是拥抱他 可能我跟他讲了 呃 就是教训了 一段时间了 OK 会给他一个拥抱说 诶 我们可以给 呃 给你一个机会说去 呃 改进啊 去进步啊 而这个拥抱是一个支持 一个support他这样子 啊 所以我就 呃 目前给到他更多的拥抱说 他的脾性 确实有在改进了 我觉得是一个很安慰的一个事情 嗯 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们的文化很传统 就去表达爱的时候就去表达爱的时候就有一些的辛苦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学习去去表达去去表达去自然有一些的一些的文化文化上的冲击那就我们有愿意去表达的时候那就在这个文化上的突破 知道我们结婚前去上这个婚结辅导我们才知道原来五种爱之语是这么的重要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啊 以后我们建立的家庭一定要有这五种爱之语 而且特别在这温馨的接触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有六个小孩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每一天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时间做这温馨的接触对吗 对 那我们通常呢 我们会在睡觉前都有一个睡觉的仪式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就知道我们家睡觉前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 小朋友要睡觉了哦 爸爸爸爸妈妈亲亲 好 哎哟我的宝贝晚安睡觉了 送给Seline祝福你睡得饱饱的 睡醒健康 来 把这种宝宝 亲亲 爱你哦 感慨睡觉哦 还有我们的小美女 我爱你 我们去下班 好累哦 小朋友你们谁要来帮爸爸踩背呀 妈 哎呀 麻烦你了 小心哦 哇 哎呀 好酸啊 哎呀哎呀 好酸啊 哎呀哎呀 哦 好舒服哦 哦 对我的腰 哎呀哎呀 哦 好舒服哦 哎呀哎呀哎呀 哦呵呵 哦 真是太舒服了 呵 来 螃蟹走路 对对对 哎呀 哦 真是高级享受啊 姐姐我们来一起帮爸爸拉筋 好吗 哇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ruct 哈 啊 啊 啊 哦 好棒哦 OK啊 大家看到了是不是觉得 这个当爸爸的非常忙 对吗 镜头里面出现的只有四个小孩 还有两个比较大的 他们比较晚睡 那个时候呢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17岁跟15岁 可是呢 我们还是照样的 会去拥抱他们 睡觉前会跟他们祷告 然后告诉他们我们爱他 然后抱抱他们 这样做 其实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果效 所以请我的太太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会对于青少年 也是一样的拥抱 就像对那些小小孩 所以他们在进入青春期的阶段 他们的在心理的需求 跟各方面情绪上 都可以因为有这样子的拥抱 所以让他们可以在情绪上 非常的稳定 然后也几乎不太会有 青春期的一些现象 所以我们家基本上就是 每天都是充满 比较和平的气氛跟爱 所以不太会有很多的冲突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拥抱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能力 因为我们一整天下来 可能会骂小孩打小孩 这个我怪你你怪我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小孩子可能会有一点疑惑说 我爸爸妈妈真的爱我吗 我老公我老婆真的爱我吗 可是呢 当我们有这样的习惯 透过温馨的接触 尤其是睡觉前 上一也说 我们不给寒怒到日落 所以在我们睡觉前 我们一定会做和好的祷告 会互相的道歉 然后呢 更重要是我们会 彼此拥抱 然后亲吻 然后告诉孩子 我爱你 所以我觉得 他们都非常的稳定 我们的孩子 因为他们不会怀疑 父母爱不爱他们 或者是说 他们必须要有好的表现 我们才会爱他 那接下来呢 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在夫妻方面呢 我们要怎么样子 去彼此的这个服饰 在温馨的接触方面 我们要怎样的按摩 会让对方 有比较舒服的身体 能够好好的休息 或者入睡 老婆 你今天哪里酸痛呢 脖子 我们按摩的时候 不是越用力越好 而是要问对方 这样的力道可以吗 要再重一点 还是要轻一点 所以这也需要一个 互相可以沟通体贴的心 另外呢 按的时候呢 不是用指尖去按 而是用你的手指的指腹 或者是手掌 因为这些地方比较柔软 才不会造成对方的 疼痛跟紧张 来 我就来帮你按摩一下 你的整个头跟眼睛 首先我们要用我们大拇指 大拇指 然后呢 这边呢 控制住他的头 然后呢 我们开始轻轻地 从眼角 我们开始轻轻地按下去 然后按下去 然后呢 揉 轻轻地揉 这样可以吗 要再用力一点吗 接下来 我们就到我们的这个 脖子 颈部后面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在这个头后面 耳朵后面 我们这边 我们就可以问他 虽然你们可能不知道 什么穴道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问他说 这里可以吗 会不会酸 也是用大拇指的指腹哦 轻轻地揉 这边是头 手要控制住 不然的话 他会一直往前跑 然后肩膀这边呢 因为大家都很硬 很紧 因为你的手指 可能没有力气 我们可以教大家 就是你可以用手肘前面 这一块 把它放上去 从靠近脖子的地方 往外面滚 稍微调整一下角度 你觉得他很硬 就知道他非常的辛苦 今天满了这么多的事情 整个肩膀都这么的僵硬 所以在按摩过程当中 你可以体会到对方的辛苦 不管是太太帮先生按摩 还是先生帮太太按摩 我想大家每天睡觉前 留个十分钟给彼此 一边按摩 一边聊一聊 其他的事情 我相信你们的家 都会非常的幸福 好吗 另外除了用手肘之外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手掌 整个把他的肩膀的肌肉 整块把它捏起来 不是用手指 是用手掌跟指腹 整块捏起来 捏了 数一二三四五 再放松 往外再捏起来 一二三四五 再放松 就这样子 好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当我们看到以上的这个家庭的 这种的温馨的画面的时候 我相信呢 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 渴慕这样的一个温馨的画面 在我们的家 那当我们在这种的 五月份的这个的季节里面呢 让我们的家都可以成为 一个温馨的家庭 那不管是我们做了 一个小小的动作也好 或者是 在做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的失落啦 有一些的觉得说 我好像做不下去 我觉得我的家人都没有跟我配合 但是呢 我鼓励大家 我们不要失望 不要气馁 因为呢 圣灵住在我们的家 而且呢 祂要时时的 刻刻的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继续的 将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 来散播出来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为 在家的这个的妈妈来祷告 这时候我为 这时候我为这妈妈来祷告 主啊 祢给做母亲的 做女人的 在家里面呢 充满着神 祢给他们的能力和力量 主啊 让他们的这个的 负面的思维 和那一些绝望的思想呢 那个的 无止境的这种的控诉呢 完全的被拔除 因为神 祢要重新将祢的爱 搅灌在他们的生命 搅灌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主啊 让他们继续在祢的面前 他们的心被祢保守 被祢充满 主啊 给他们从祢上头来的 这种爱的能力 来服侍这个的家 让这个的家再次的仰观起来 充满着祢的希望 谢谢耶稣 来美丽的主 我们宣告说 今年就是这五七八一 就是打破咒诅的时刻 所以我们宣告说 我们每个家里面呢 这些过去的不好的 这些的咒诅 会有十次的元序呢 我们宣告说 此刻要停住 我们也宣告说 活水要远流 新的酒 新的活水 新的火呢 要示范在你的家里面 我宣告说 要进入到跨越 进入到新的系统里面 我看到你的家呢 是越来越美好的 我宣告你的家呢 是已经突破了 我看到你的家呢 突破了之后呢 你的世世代代 因着你的突破 因着你与上帝连接的时候呢 你的世世代代 都要感恩 你的这个突破的生命 所以在这里有祝福 每一个爸爸们呢 你们持续的干强 持续的学习 因为我们很常想到 这一句话就是说 因为爱我们学习 学习因为爱 所以祝福大家 我们每一个弟兄们 我们适时刻起来 来爱护 来看顾我们的家 甚至不止我们 当当我们的家 看顾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看顾 神的家 也就有相信说 神的家是健壮的 神的家是充满着 神的荣耀的 主我们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我们一起来 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为你敬想 明雅牧师呢 这两位牧师呢 卓越的夫妻 卓越的家庭 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让爱天天 住在我们家来 我们一起拍手来 感谢上帝 你的家是有爱的 你的家是充满爱的 让爱天天住你家 我宣告说 你家充满了神的爱 让爱天天住我家 夫妻的关系也充满了神的爱 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再来我们唱最后一次来 让爱天天住你家 给爸妈的家说 让爱天天住我家 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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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拍照 为我们的家来感谢上帝 这个时刻好不好 我们一家人 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手牵手 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家来祝福 为我们的家来欢喜快乐 在神的面前 天父爸爸你看到家 是这么美 这么幸福的 这么温馨的 我们为着教会里面的家庭 感谢神 我们为着献上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 感谢上帝 我祝福你们的家 要越来越好 你们的家要越来越幸福 快乐健康 我宣告说盼望 极大的盼望 领到每一个家 每一对的夫妻的关系 每一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都要被建造起来 我祝福你们 我说天父爸爸必定能够施行 这么美好的事 在你们的每一个人的家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 阿们 上帝祝福大家 今天早上我们的聚会 就在这里结束